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讲吧 我国古代帝王号称天子 天的儿子 君权神兽 这是跟别人 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样的人 但是即便这样 我国古代帝王 人家还心知肚明啊 我有可能犯错 因此偶尔啊 也会发个罪己诏什么的 赶上哪一天 这个地方大旱 那个地方洪水爆发 那个地方也出现了日时 陨时坠落 或者哪个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古代皇帝都认为啊 这是我的错啊 我要下罪己诏 那么美国今天确诊人数全球第一 死亡人数全球第一 朗普总统有没有下罪己诏呢 没有 人是说了 得亏我呀 才死了六万多人 要是不是我得死两百万人以上 这么重大的事 人家不会把过错懒到自己身上 更别提一些小事了 比如说 这两天 朗普总统献了回大眼啊 他竟然当着全球媒体的面说 喝消毒剂能够治好新冠肺炎 这么明确的谬误 人所共建呀 这个话是打你嘴里说出来的 经全球媒体播放 谁都知道的 而且有好多人听了你的话已经误服消毒剂了 按道理讲 这个过错很明确吧 要割普通人 其实啊 你只要一鞠躬 你可以跟大家讲说 哎呀 我当时只是一个建议 或者说呢 我开个小玩笑啊 我错了 我收回 大家千万不要按我说的做 这个事儿啊 也就过去了 但是朗普总统呢 是一般人嘛 美国总统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能认错吗 绝对不能认错 所以这两天 当特朗普大舞台重新开张的时候 有的记者真是不给面 直接就问特朗普 你这个话做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怎么办 朗普总统怎么回应的 人家说了 我说过这个话吗 是的 我说过这个话 这把他没法否认了 但是人家说 我是在嘲讽啊 你们听不出来我是在嘲讽吗 我是在嘲弄那些无知的人 他们以为喝消毒剂能够治好新冠肺炎 我有这么傻吗 我会说这么愚蠢的话吗 没有 我是在嘲讽 是的 即便发生这么明显的错误 朗普总统也都不会承认的 人家用嘲讽这个事儿给你扭过去 但问题是 这可是一个麻烦的开端 为什么 以往咱们清楚啊 这个世界对于政治领导人或者政治家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他们应当是一言九鼎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谨言慎行的 千万不要说多错多 甚至如果你真的偶尔给出了一个错误结论 你起码能找不回来 能够剖析一下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错误结论 你的错误结论可能是在当时当地正确的 这都还行 但是朗普总统不一样 他开了一个坏头 什么呢 作为总统 他说的所有错话 他都可以用嘲讽来扭过来 问题是 我们每个人都清楚 什么叫嘲讽 你表述的嘲讽意思 至少应当让你大部分的听众听得懂 你是在嘲讽才行啊 总不能你一本正经的讲 我们也一本正经的听 每个人都认为你说的是这样的 结果过了几天 你告诉我们 哎呀 你们都被我嘲弄了 我讲的是另外一层意思 你们所有人都听不懂 只有我听得懂 是这样的吗 太好了 朗普总统简直是在给自己挖一个大坑啊 因为他这次如此一本正经的讲 最后他推翻了自己的言论 说我在嘲讽 那么以后是不是他讲的所有话 我们都要仔细掂量一下 甚至以后美国的各级官员不遵守总统的旨意 不接受总统的命令的时候 他跟你说 总统先生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嘲讽 你让我望东 其实你是想让我望西 因为你是在嘲讽啊 话讲回来 当一个人发生错误的时候 认认错就那么难吗 你这次认错了 大家可能以后还对你有点好印象 这次你不认错 硬嗷回来 说我在嘲讽 那么好了 以后你等着吧 你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嘲讽的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李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按照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